眼前这只黑布溜秋的大熊猫叫做嘉阳 就职于澳市集团避风侠分布 擅长挖煤炸矿 医医们调侃嘉阳加上重庆动物园的可乐熊 还有耳宾的东北虎二埋态 可以组个埋态组合 让他们仨把日子不好 别看嘉阳埋态 他的双胞胎弟弟嘉柏更埋态 眼前这只到三角脸的小熊 就是嘉柏 比小将还车座的 因为酷似外星人 还被称为是初代一体 坐在地上被嘉柏夺损的 就是嘉阳 因为这个视频一出 避风侠直接被骂上热搜 摇棍快乐地把键盘都敲烂了 到处说嘉柏小将 他们这些车座子都是恶瘦的 每次阿婆主都解释 他们脸型就这样 人类都还有小鼻脸 为啥熊猫就不能有 可是那些人就是不听 我们看嘉柏脸虽然小 但是身子不小 壮壮的 他长大之后就发腮了 脸就没那么车了 他跟哥哥一样 是澳市集团的骨干 从小就爱挖煤 这是兄弟俩在妈妈怀里喝奶 是不是像两颗美球 俩熊还为了争夺总裁之位 时常大打出去 他们的妈妈叫汪家 嫌疑爹是白羊 都是野猫 所以他们也是野二代 繁育价值比小将还要高 是忠心的预备重工 他们有个姐姐叫做颜慧 就是那个越狱都不忘 叼着盘的小熊女 因为智商高 还被人称为熊博士 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叫做南小月 跟颜王浩月一起上幼儿园 是个大圆脸美熊 看来车座子传男不传女是真的